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 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 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 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 差不多可以百分之百的治愈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 就是人类乳图病毒 英文叫做HPV HPV是一种DNA病毒 能够入侵不成熟的子宫颈上皮细胞中作用 因为这些病毒含有特别的E6以及E7蛋白质 而E6蛋白质会使人体中的肿瘤抑制蛋白质P53失去功效 另外一种E7蛋白质 则会使肿瘤抑制蛋白质RB失去功能 如此一来 将导致身体内失去正常检视、调控 以及修补DNA受损的功能 而被感染的细胞 开始出现了不正常的行为 一如细胞分裂、周期混乱 并转化成具恶性倾向的细胞 所以HPV病毒被认为是 造成子宫颈癌最可怕的危险因子 另外呢 早婚的或是说有多重性伴侣的 或是性病的 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 子宫颈癌 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 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 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 或是有一些分泌物 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 都要小心 如果癌组织继续侵犯膀的话 会造成血尿 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 会造成血变 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 病人会有排尿困难 各种症状 六分钟护医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 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 研究显示 定期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 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 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 达60%到90% 另外在没有过性行为与生的话 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 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 但是他做研究里面 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三剂 癌症会产生跟病毒感染 以及免疫力下降有关 有时候一定要定期做运动 还要早睡不能熬夜 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 那这些是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 我们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 相信HPV病毒就会很快的消灭掉 建议多吃一些蓝紫色的蔬果 它里面有丰富的一些像柔花酸花青素 那它的抗氧化力 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代谢 你就可以去抵挡那些细菌病菌的部分 特别像是蔓越莓 蓝莓 一些紫色像葡萄汁 这个也都是OK 那要提醒大家 可能有一些市售的蔓越莓汁它太甜了 那我们喝蔓越莓汁 其实是要让它酸化尿液 可是如果你是加过多糖的这种 反而会造成细菌过度滋生 所以建议选择是无糖的 或是就是直接吃很酸的那种蔓越莓干 会比较有效 当发炎的期间 是不是有一些刺激的东西不能吃 对 尤其是辣的啦 油炸啦 是都静止的 那我会建议还是要多喝水